請坐 有另外一支Wireless嗎 還是有一支Wireless 那個給一個姐妹好不好 她幫我讀聖經 什麼 好 感謝主啊 最近因為 疫情過去了 然後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外出 那 這個可以回國 探親辦點事情 這非常好 那我就鼓勵所有 不管你是回國 去到哪裏的地方呢 都可以找個地方 哈囉 找很多話要講 可以就是找地方聚會 敬拜神 那我覺得你到一個地方 真的那邊跟師父一起敬拜 是非常的重要 那有人會不會有人想問說 你現在今天 屁這麼好 為什麼不去 做個頭髮啊 你知道嗎 去哪裡走一走啊 來這邊教會敬拜 崇拜做什麼 我想非信徒有時候有這種問題 為什麼你要來主日聚會 基督徒會有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你要主日聚會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不敢有問題 我想 我們現在讀 現在讀兩段經文好不好 今天的題目就叫做 為什麼要敬拜 這個為什麼要敬拜 那我們來讀兩段經文 因為今天經文是兩段比較長 所以弟兄念單數節 姊妹念雙數節好不好 來請弟兄開始來 來 余月節前六日 耶穌來到伯大寧 就是他叫拉薩路 從死裡復活之處 姊妹來 有人在那裡給耶穌預備宴席 馬大伺候 拉薩路也在那同耶穌作席的人中 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珍拿達香膏 抹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 屋裡就滿了膏的香氣 有一個門徒 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說這香膏為什麼不賣三十兩銀子 周寄窮人呢 他說這話不是掛念窮人 乃因他是個賊 又帶著錢囊長取其中所存的 耶穌說由他吧 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好謝謝這是約翰 在約翰福音第十二章 我們來念另外一段 也是同樣一個事蹟 但是是馬可寫的 在馬可福音第十四章 也是要把弟兄念單數節 姐妹念雙數節 好來弟兄來 耶穌在伯納尼長大麻風的西門家裡 作息的時候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瓶 紙貴的珍拿達香膏來 打破一瓶把膏交在耶穌的頭上 有幾個人心中很不喜悅說 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 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周寄窮人 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 耶穌說由他吧 為什麼難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 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他所做的是盡他所能的 他是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預先交在我身上 我實在告訴你們 普天之下 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做的 以為紀念 阿門 阿門 好 所以為什麼要敬拜 為什麼特別說 為什麼要來主力要來崇拜 第一個原因 因為敬拜 崇拜是有價值的 是有價值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講到說 其實你看兩個地方講到 所以不太一樣 這邊約翰福音說 是逾越節的前六天 就是說在離耶穌上十字架之前 是前六天 這是時間 地點在哪裡呢 地點在伯大尼 但是呢 在這個 馬克風已經講得更清楚 他說在伯大尼 長大麻蜂的西門家裡 那 長大麻蜂的西門 這個綽號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你用我這種綽號 你叫做癌症的約翰 或叫做神經病的保羅 這種長大麻蜂的西門 聽起來就不是很好的一個綽號 但是 你講長大麻蜂的西門 大家都知道在說誰 OK 所以你覺得綽號不好嗎 有沒有人有什麼綽號的 你覺得綽號不好 長大麻蜂的西門的綽號 可能比你更不好 那他們在家裡擺設 演習來 主要是款待耶穌 耶穌是那個主角 那他們在你知道 現在覺得在家裡 就是請吃飯 覺得沒有什麼 就是多做幾個菜 全然勝仗 在當時在第一世紀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物資非常的缺乏 所以呢 一般來說呢 一個家庭 他們的晚餐可能就是 一鍋湯 就是大家喝一碗湯 然後再一條麵包 就是全家的晚餐 有時候連湯都沒有 就是一條麵包 有時候連麵包都沒有 那些聲音不好 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吃 能夠家裡面有個宴席 是一件大事 你知道嗎 不是像我們現在想的 那麼簡單 容易 你覺得你現在生活很拮据 相信我你的晚餐 可能比麵包湯還要多 所以有人比你更拮据 結果在這樣一個大家吃飯開心 啊 你懂 談笑風聲的時候 突然有女人 這個有講她叫瑪莉亞 她拿著一個玉瓶來打破了香膏 結果大家就哇 這客人就嘩然 本來吃飯吃得很快 就突然就 這個氣氛就改變了 大家抱怨 怎麼拿了這麼貴的香膏 浪費了這麼貴的香膏呢 本來大家吃飯是開心的 突然有人就是很 怎麼講 很不妥當 做了個動作 讓整個氣氛改變了 為什麼 太貴了 這個香膏真的是太貴了 這香膏有多貴 你們知道嗎 這邊想說 這香膏可以賣多少錢啊 三十兩銀子 這邊有沒有古代穿越來的 可以告訴我們說 三十兩有多少 那是多少錢 不知道 這個 英文 英文講得比較直白 他說是 三百個地拿流 Denarius 三百個地拿流 這個我們從新約裡面知道說 一個人 一個男人 他一天的工資 那時候女人不工作 小孩不能工作 一個男人一天的工資 就是一個地拿流 所以呢 他們 猶太人強調說 要守安息日 不可以工作 所以三百六書 你減到五十二個安息日的話 就是三百多一點 三百一十多一點 所以三百個地拿流 等於多少 一個人 一年的工資 那你換算成 這個美金的話 就是你 你不用穿越了 就是你現在 一年大概多少錢啊 我們 我隨便看一下 大概是五萬左右了 一家大概七萬 這個GDP 但是西雅圖會更高一點 我不知道 大概多少錢 會更高一點 所以 想像一下 我們 等一下 我們不是有那個 減餐嗎 這裏面好像是 師母準備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 魏平的時間 幫我們準備 你想像那個 解餐多少錢 你們知道嗎 我們的Budget 大概多少錢 假設 假設是兩百塊 你覺得會不會很貴 好 謝謝梅卡 他覺得很貴 但是你想 看看 等一下 我們吃的艾燕 是五萬塊 你會覺得怎麼樣 太浪費了 這五萬塊可以拿去 建堂嘛 傳福音嘛 真的還吃掉了 會覺得太浪費了 當時那種反應啊 你怎麼五萬塊 就要砸掉 太浪費了 你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 當時這個西門 把這個研習 我不知道有多少客人 假設20個客人好了 你們知道 在於害福音 第六道那邊說 你光二十兩銀子 就是 可以餵飽五千人 結果我們這二十 二三十個人 我家小孩有六十個 我青年就吃比較多了 就算一百個好了 吃掉了七千五百人份 就是二十兩五千 那三十兩不就七千五百人嗎 七千五百人份 我們就這樣花掉 會覺得很浪費啊 會覺得很浪費 很浪費啊 所以 這些人心裡就很不爽 說怎麼這麼浪費 你知道嗎 當然 我們知道這個 裡面其中有油大 他是賣出油大 是偷錢的 他心裡不悅 我們當然了解 他其實是有點想 公保私囊 但是這邊講說 有幾個人 裡面有些是門徒耶 他們也是不悅 你知道 心裡也很不悅 因為太浪費了 對不對 他們這些人 有些都是殉道的人喔 可是他們覺得 真的是太浪費了 對不對 我想問你 你會覺得太浪費了 假如有人拿五萬塊 你會覺得太浪費了 你們想說 我好不容易 我們今天奉獻這個午餐 我們請兩百人 我們花兩百塊 大家吃飯 結果有人奉獻了五萬塊 我說兩百塊 好像變成小物件大 好像就沒有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 他們覺得說很浪費 為什麼要這麼浪費 他是說什麼 他說 他說 何一用 他其實在那個 約翰弗那邊說什麼 他說 他說 在哪裡啊 第五節 那邊說 這香膏為什麼 為什麼不賣 三家人在做幾窮人 為什麼不賣掉 那耶穌怎麼回答呢 我喜歡耶穌的回答 他的回答是什麼 他說 第六節 他說由他吧 為什麼為難他呢 我很喜歡這種回答 用為什麼來回答 為什麼 你們小孩會不會問你說 爸爸為什麼我要洗碗 你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吃飯 好 小孩會不會問他說 爸爸為什麼我要去教會 你就說 為什麼你要打遊戲 好 用為什麼來回答為什麼 為什麼來回答為什麼 耶穌寺這邊也是這樣 你們為什麼要回答 這個女人呢 為難這個女人呢 來跟戈比說好不好 用為什麼回答為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麼浪費 這個問題你想一下 是不是在營收Jesus 為什麼 因為 你為什麼會覺得說這個錢浪費 因為這個人不值得 你想想看 你只要你花錢在孩子身上的話 你會不會說浪費啊 不會 你帶孩子 你們學鋼琴 去打球 去游泳 做什麼的 那鋼琴現在 半個小時要一百塊耶 好貴喔 太貴了 不要去學吧 小孩子 特別是女孩子對不對 要培養氣質 值得 對不對 你覺得很值得 你帶孩子去游泳 要開車二十分鐘耶 然後要四十分鐘 等他要兩個小時耶 孩子要有個健康的體魄 值得 對不對 我知道有了爸媽媽 看到外中去跟孩子打車 都有對不對 值得 那你換一個人呢 比如說你坐到牧師身上 你給牧師一點錢 浪費 來牧師帶牧師去哪裡 沒時間 對不對 這不是錢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 是坐到牧師身上的問題 但是坐到牧師身上 太浪費了 所以耶穌來說 是英手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們覺得值不值得 那你知道 敬拜 敬拜 敬拜這個字呢 其實就是古英文的兩個字 Worship 它就是Worthship 一個價值的觀念 就是 當什麼叫敬拜 就是你把神當得的榮耀 當得的 你可以說價值 來歸給神 這個就是Worship 就是 你來到這邊 就是你要知道 你來這邊不是只是唱唱歌 聽一聽到 然後吃點東西 哈啦哈啦就回去了 你來這邊是來這邊做什麼 你們知道嗎 來這邊是來敬拜神的 來這邊敬拜神的 所以你要把神當得的榮耀 來歸給祂 記得你的唱歌 你的詩歌 記得你的美妙的聲音 記得你的專心的聽到 記得你給祂奮力的跟別人 那邊交通的時候 把神當得榮耀來歸給祂 所以你看神的價值有多少 你就要把上多少 那有些人來的是混的 那沒有辦法 那他就是 沒有把神當得榮耀來歸給祂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門徒覺得五萬 三百個地拿流太浪費了 他們不覺得耶穌值得 這三百地拿流 不值得嘛 就混嘛 就隨便就好 但是耶穌 耶穌你知道 祂身為一個被殺的羔羊 我們都知道耶穌祂 祂為我們來到世界上 死在十字架上 那祂是不是很謙卑 祂非常的謙卑 祂沒有說自己什麼好話 祂唯獨說什麼 祂說我是柔和謙卑的 一個這麼謙卑的神 你想謙卑的耶穌 當有人拿一個這麼貴的東西 在你身上的時候 而且大家都開始反對了 這麼浪漫的時候 一個謙卑的耶穌 你會expire他 會怎麼說 哎呀不要這樣啦 不好意思啦 不要這樣 這麼貴的東西不要這樣 周極窮人啊 我配不起來 你們不要這樣 搞大不愉快幹嘛了 對不對 這才是謙卑的耶穌嘛 沒有沒有 那耶穌怎麼樣 祂說你們不要為難這個女人 這是什麼 一件美事 而且呢 要傳給大家都要聽到 你福音傳啊 你這個女的做得要讓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這個女的她摸著了神的價值 她知道了敬拜的爭議 我想問大家 就是說 我當然問大家 一定大家說謊了 就是你不要想办 沒關係 你覺得耶穌在你身中值多少錢 值零到五萬塊左右的請舉手 好不用講舉手 發現人家被丟的東西 對的時候 覺得耶穌值五萬到十萬的請舉手 都沒有人舉手啊 其實大家不用裝啦 我知道 你們覺得耶穌值多少錢 無價 無價之保 你們說耶穌值無價之保 這是你們說的對不對 那 那我要講 為什麼 門徒跟她跟了三年 還是覺得這女的很crazy 真的是 不知道要幹嘛 太浪費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真的不懂耶穌的價值 我們雖然說耶穌是無價 但是我心中我們真的不懂 像門徒一樣 我們真的覺得很浪費 我想 我想講 有時候其實我們真的不懂 為什麼別人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 他們覺得是有價值的 我先舉個例 其實 你知道 我之前 聽說過世界足球杯 但是我從來有看過 那時候 有一次我記得我去梅凯家 我們去梅凡的時候 往後來就看了四足 你們記得嗎 哇 那時候我開始看起來了 哇 我覺得 太興奮了 你知道嗎 因為踢進球 哇 我忘記了 那個之後 我就開始看四足 你知道嗎 就是看那個 看YouTube裡面 看一些四足的時候 我就講 我真的他們每斤一球 一定有人哭到這樣子 感動到不行 你知道嗎 然後我都有看一些報道 有些人你知道像一些國家是很貧窮的 飯都吃不飽 真的是一條麵包都買不起 因為他們脫膨脹 不知道幾百倍 很嚴重 但是 他們會花錢買機票 飛去那叫什麼 卡塔斯是 那邊 那邊去支持他們的國家隊 我就說 你沒錢吃飯養小孩 那邊有錢去買機票看四足 因為他們覺得怎麼樣 值得 這邊有沒有人 半夜起來看球賽的 看棒球有沒有 小時候看棒球 現在沒有看棒球的 看足球有沒有 有沒有很晚睡覺看球賽有沒有 大家都不承認 有人喔 有沒有他們睡覺在打遊戲的有沒有 在刷 在追劇有沒有 大家不敢承認 有沒有很早起來看股票有沒有 有沒有 大家都不承認 我想這些 我知道 我覺得說我不太懂 你知道嗎 我覺得有點crazy 就是說 你怎麼會 怎麼會這麼的瘋這些東西 但是他們覺得值得你知道嗎 真的花錢花時間 所以你說為什麼 這些人 你說瑪利亞瘋了嗎 他們沒有 他覺得耶穌值得 再講另外一個例子 可能大家更能夠認同 能夠relate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有些媽媽我真的不太懂 有些爸爸也很像這樣 就是 為什麼家裡有鍋子了 還要買氣炸鍋 我就 那時候 什麼一來就有人送他買氣炸鍋 我說不要買 不要買 他還是買了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買氣炸鍋 他說因為 健康 健康 因為油可以退場 可以健康 然後呢 這個 而且省事 怎麼樣這樣幾分就好 我就OK 好好 氣炸鍋 那我就想說 那之前不是已經買了壓力鍋了嗎 他也就是說 壓力鍋不是氣炸鍋的功能 壓力鍋是拿來熬湯的 那我說那你熬湯不是已經買了 德國的鐵柱鍋了嗎 而且你要買德國的 他說湯的味道還是比較好 我想說 我想說 湯 你說熬湯不是已經有了砂鍋了嗎 砂鍋熬湯會比較好了嗎 你知道嗎 然後就我覺得鐵柱鍋跟砂鍋的湯味道 對我來說都差不多啊 就有差嗎 你知道嗎 而且我覺得你家裡有個大銅電鍋就好了嗎 可以煮飯 可以包湯什麼 可以買那種東西幹嘛 你知道嗎 然後本來有鍋子 還要有蔬果汁 要買那個最厲害 還可以把那個葡萄籽打碎的那種蔬果汁 那Vitamix是不是 那個蔬果汁之外還有 還有豆漿雞有沒有 當然煮完之後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咖啡酒 那時候我就說 怎麼這麼多雞那麼多鍋子啊 你知道 平常這些媽媽們都很省 這個便宜大減價 然後大家趕快揪一揪同樣買 都很省 可是買的東西都很捨得買 你知道嗎 另外我也不太懂 就是說鞋子 兩雙就好了嘛 一個是我休閒的布鞋 一個是這種 來這種場合純黑的鞋子 我想買這麼多的鞋子 還有包包 我就不懂說 像我就是一個錢包嘛 錢包 那像有電腦包 那我回到台灣 因為很難帶一大堆的什麼 悠遊卡什麼 我就買個那種背包 三個包包就夠了嘛 我就買這麼多的包包 就想說 這個包包終於減價了 一定要買 看了好久 他說這個包包配什麼樣的衣服裙子 我就想說我真的不懂耶 我就很crazy 真的覺得很crazy 衣服 那個衣架都這樣彎下來了 還在買衣服 我說衣服 需要這樣買到這種錢 為什麼這個 你知道嗎 我想我ポイント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都在 worship something 都在敬拜什麼 也許你敬拜的不是足球啦 不是什麼股票 game什麼的 也許你敬拜的不是什麼鍋子 什麼鞋子 什麼包包 你敬拜的東西可能不是這些 但是每個人都在worship something 你覺得什麼東西值得你花時間 花錢的 有時候去看爸爸媽媽 而且這值得嘛 看孩子這值得嘛 就花錢花時間 那我說 如果我們都要worship something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worship神呢 對不對 這位神是亘古道永遠的 不是戰士 他是亘古道永遠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worship神呢 把你最好的來獻給神 這位神他愛我們 到一個地步 他願意把他的獨生愛子 來賜給我們 好 只要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你值得 他覺得你worth it 他覺得你值得他這樣做 他這麼地愛我們 為什麼我們就 不能為神說主啊 我要來敬拜你呢 所以當我們在敬拜的時候 我們講到說 神對我們的價值有多少 所以為什麼要來主日 各位姐妹主日說 這邊聚會你知道嗎 就是神他配的 他是有價值的 來這邊聚會 真的不是因為 梅凱唱歌有多好聽 牧師講到有多麼的吸引力 那個等一下的剪刀有多好吃 那邊的兒童有多好玩 做你是什麼 他們是來敬拜神的 真是這樣搞對 你知道我跟我的孩子 就說 你們不吃香菇 不吃香菇 OK 這點我可以讓過去 有時候我們家庭要全家出遊 然後就說 不要跟我們出去 因為打工幹嘛的 我們可以討論 但是 你一定要跟我來主日聚會 我不管你什麼 考勤或考什麼 打工打球 我不管你 你就說我來 那當禮拜天 你不能來的話 你就去禮拜六 如果你真的 就是什麼 得疫情 沒有辦法 但你就一定要來 為什麼 這是最有價值的 我真的相信 不是因為他們生物色的孩子 所以我真的看他們 這個是有價值的 各位姐妹 你在看什麼東西 是有價值的 你真的是看得出來的 你覺得什麼東西在 指無價值報 你就投資在那個上面 我們說耶穌是無價值報 我們會投資在那個上面的 所以 各位姐妹 我就想說 我們真的看起來 是有價值的嗎 那這邊瑪利亞 她這邊其實 就是 這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她說 逾越節前六日 耶穌來的勃娜尼 就是她叫拉撒路 從生理復活之處 這邊講到什麼呢 就是 拉撒路是她的弟弟 那個瑪利亞的弟弟 拉撒路有兩個姐姐 一個大姐叫瑪大 二姐叫瑪利亞 好 那 《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 你去讀的話 第十一章 chapter11 去讀的話 那一章呢 耶穌叫拉撒路 從死裡復活 那在拉撒路死的時候呢 就是在那邊復活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 瑪利亞哭得 就是很傷心 結果全伯 大家都來安慰她 她哭得太傷心了 這表現 這表示瑪利亞人員很好 她哭得很傷心 大家安慰她 鼓勵她 你知道 你們有沒有經歷過這種時候啊 就是 美國的 chapter11 是什麼意思啊 破產嘛 Banker的時候 你們經過這種 鼠林破產的時候 我這麼愛神 我怎麼會得癌症 我的弟弟怎麼會死呢 我的爸爸媽媽 我怎麼會失業呢 我怎麼會跟我老公老婆離婚呢 我想說 怎麼會是我呢 那種鼠林的破產 還是懷疑人生 好 那結果在這樣的一個經歷當中呢 耶穌來了 他讓拉撒路從死裡復活 哇 所以瑪利亞心裡感動得不得了 他說這個位神一定是 這個耶穌他一定是神 以前我封文有你 但今天我親眼見你 所以第十二章 你看到瑪利亞 瑪大在服侍這個宴席 瑪利亞就打破相當來 服侍耶穌 聽說是對耶穌一種敬拜 一種感恩的表現 你如果真的經歷過神的作為的話 你不然說敬拜 不是crazy it really makes sense 你知道嗎 就像我不知道你們 有沒有特別喜歡那種流行歌曲 那種 你喜歡什麼歌曲 那個 講說像什麼 如果你是我的傳說 大家說哇那好老 還有什麼流行歌曲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周青龍用什麼歌啊 我也不曉得 就是那種情歌你知道嗎 就是 你今天聽著是什麼 迷迷之音你知道 聽不懂 直到你失戀了 哇直到你戀愛說 哇 愛情氣球 哇聽起來特別的感人 我為什麼 你們聽得懂嗎 這個 不知道 知道什麼 就是哇這個 然後呢什麼 就是哇這歌聽得太熟了 我今天裡面去了 你知道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不懂敬拜 不是因為我們不想 也不是因為說我們 我們沒有努力 而是因為我們跟神 沒有這個關係 我們聽不懂 我們真的聽不懂 所以你要極力的 進到裡面去 你知道嗎 那有時候 你看到有人在 前面敬拜 會 哇這個 很感動 又跳又唱 手舉起來 你不要覺得他們是神經病 真的幹嘛 然後有人 聽到 他就哭了 哇這個人 這個人是不是有毛病 你知道嗎 你不要太快的來 就是來 怎麼講 來 來論亂他 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 其實呢 他是在跟神有個連結 好 圣灵在裡面做一個感動的工作 好 你不要論亂他 耶穌說這是什麼 這是一件美事 他用他的全人來敬拜耶穌 所以敬拜神真的是因為神是有價值的 Amen 來跟各位說一下好不好 敬拜是有價值的 好 第二好敬拜是很有智慧的 是有智慧的 你們有沒有後悔買過一些東西啊 買過一些家電 有沒有後悔過 就是有時候 買了一堆鍋子就放在 我就說 以前我們家那個時候 就很期待說有個pantry 你知道什麼叫pantry嗎 就是那種 櫃子 你知道 就是 廚房方便有個地方 可以放 什麼 對對 儲藏室 對對對 我們這種廚房就不會很亂了 可以 都放在pantry裡面 就跟你講有pantry之後沒有 還是一樣 東西堆得很 都不用了 以前買了什麼 豆漿雞啊 什麼雞都放在那裡 就 Anyway 你們有沒有 以前有沒有這種經歷說 年初的時候買了跑步雞 跑了一兩月之後就沒有再跑了 後來那跑步雞就變成 晾衣服的地方 類似 不乾的棉被啊 什麼毯就放在那個上面 或是有沒有人 一開始就開始追這個iPhone 就每個白本都要買 iPhone1要買 iPhone2要買 像iPhone14 就要說 你知道每年都花這1000塊 只要14代 不要不買iPhone的話 現在可以有到 當payment去買車子了 就發現說 買方幹嘛了你知道 你們後悔 有沒有人後悔度假過 本來度假是要跟家人一起去 休息一下嘛 然後呢 也可以有個 培養感情的時光 就越度假 越吵架 度假完之後就覺得 不想跟他講話 不想後悔度假 有時候我去過那什麼 迪士尼樂園玩 去過一些公園玩 哎呀 排好久的隊 好像熱的半天 然後也沒玩什麼 邊排邊罵人 就代價太大 但是我跟你講 敬拜神 是不會浪費時間的 真的 他是不會 你不會後悔的 但是我說的敬拜神 我說的敬拜神 不是 就是你主日被 不知道被爸媽媽 被老婆 突來到教會 你不想來 就躲在後面 躲在人角落這樣 東看西看 然後聽別人唱什麼 好啦我知道了 耶穌是我唯一 耶穌是我 不要再唱了 唱那麼多 唱什麼 這個不是敬拜 這個不是敬拜 然後也不要 牧師講道 可以開始滑手機了 一個禮拜 沒有回的簡訊 通常一通回 回掉 牧師講完道 回完了 這不是敬拜 我這敬拜真的是你全心 全人化身在敬拜神的時候 這個是沒有浪費的 我說的敬拜是那種 口道心道的敬拜 耳道心道的敬拜 真的是全人在敬拜神 有時候我弟兄姐妹 如果你覺得很難的話 我就是 牧師你不知道 醫生診斷過 我就是有NDDDDDD 很多的第好 我是沒辦法專心的 我跟你講 那我就請求你 在敬拜團在唱的時候 你不要敬拜三 二三十分鐘 就敬拜兩分鐘就好 那個符歌你就 用力地唱 專心地唱 假如牧師 講話真的很無聊的話 你就不要聽那麼多 你就聽兩三分鐘 打到一句話就好了 讓這句話 成為你的幫助 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敬拜需要拿出我们的心 拿出我们的耳 拿出我们的眼睛出来 拿出我们的手出来 真的敬拜我们讲 不会浪费的 真的一分钟都不会浪费 这是一个最有智慧的投资 那些电器品 那些包包鞋子 都会过去的 但是你知道 敬拜神是不会过去的 那有人说 牧师我敬拜会过去 我今天机会完回家 不就过去了吗 我讲 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 你们知道吗 在这样一个地方 在这样一个场地 为什么我今天在这边可以聚会 那是因为有人之前 他们不断的敬拜 你知道吗 不然我们不会有这个场地 这场地需要租金 租金哪来的 因为有人以前他们奉献 为什么他们奉献 因为他们在这边敬拜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 可以这样子的 就是有这个敬拜团 有人在弄儿童这些 这么多的童工 这么棒的人 还要阴控 你看 为什么这么好 就是说 以前有人服侍 他们服侍了我们 让我们可以 现在来服侍别人 对不对 这个敬拜是 是有影响力的 是不会停的 你知道 当你在敬拜的时候 对神来说 是一件美事 对人来说呢 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都不知道 这祝福会传到哪里去 你知道吗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祝福 你知道我今天 我记得我在 我在那个 我在两个礼拜之前 我回台湾 那时候 就是 我正好去 不是正好 我就是跟他们约好了 我去圣灵梁堂 他们现在改名叫 Shakana梁梁堂 去那边服侍 他们就会几千人 他们现在那个新会堂 哇真的好好 音乐厅一样 三层龙 我就说 哇那个 看来都傻了 不然 我去那边讲道 然后我去那边服侍 然后那个师母带我去 他们的同工 他们光同工就一百多人 你知道吗 我说好羡慕 我那同工都 不到五个人 然后 我就说 你们多给我几个吧 因为 就我就 但是你知道吗 师母跟我说 你这些同工 你一半以上都认识 都看过 我看下 真的我都认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在来西雅图 是四年前来西雅图 然后我就 来之前 我在 我去了士林 我去那边服侍 他们的特会八年 然后他们有个暑假 一个那种青年的 夏令以后 我去了七年 好 那我那边每次 我记得 特会会呼召 但是青年的营 我也会呼召 那 我觉得 我会做三种呼召 第一种就是说 你要不要跟神的关系 重新对齐 就是成为 就是不要再过 熟悉的生活 要十年的生活 第一个呼召 那第二个呼召是说 你毕业之后 因为都是高中大学生 就是你不要马上去工作 在教会里面 尾身服侍一年 到两年的时间 好 这是第二个呼召 第三个呼召 就是全时间的呼召 你知道我第一次 我说我要去呼召的时候 我带团回去 你知道 都会很忐忑 不知道会有人出来 你知道吗 但是第一次 我记得有二十几个人出来 后来就每一年 都有到五十个 有一千才到一百 一百个人出来 我觉得好感动 在夏拙 我都不敢呼召 我都没人理我 在那边就很动呼召 所以你知道 那时候他们都是 高中大学生 现在都是 就是工作 然后有些都是 young couple什么的 像这次接待我的这个 姐妹帮我弄 我的PPT跟这个短片的 她是以前 我们呼召出来的一个姐妹 一个大学生 那她现在那边 全世界同工 然后呢 我去看到她 她已经怀孕 就是她七月要生了 快生了 她在那边服侍 跑来跑去 我说你慢一点 没关系 但是弄过去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 你当你服侍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服侍会改变 帮助多少人 你知道我们现在 其实很多的教育人 有做那个Podcast 现在是弄网络时代 我们现在录影 我们现在敬拜 讲到Podcast 你不知道会帮助多少人 我听到好几个人 回应说 你Podcast有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妈 帮助谁 那有些没有讲的 那这光讲就好几个 你知道 你帮助多少人 那你知道我怎么开始 在司令服侍的吗 就是 我那时候 我医生说我有癌 他说我是癌症四期 那时候 真的不是怀人生而已 那是怀人生 还有剩多少天 你知道吗 真的蛮恐怖的 结果后来神医治了我 有点像那个 那个玛利亚那种经历 就是Triple 11之后 神改变了你 我经常说 主啊 你的信是什么 我来帮他完成 你告诉他信是什么 就经过一连串的 祷告寻求之后 我确定神要我去 服侍十年凉堂 就开始这段旅程 你知道吗 就现在你看 就祝福 那教会就好多童工 现在回去看 那一半以上 我都见过这些年轻人 你知道 所以听众姐妹 你真的不要小看 你的服侍 小看你的敬拜 有人说 牧师我都不知道 谁要我做什么 好 圣经里面说 你要怎么样能够来 让你来 在这个服侍 看守的 管实作词 你们知道吗 要先从小事上中心开始 才在大上中心 那你要先尾声来主日 你要先尾声小组 你要先尾声服侍 尾声奉献 这最基本的 你要做 做到之后 你中心做的时候 神慢慢把事情交给你做 你知道吗 牧师很少缺席主日崇拜的 真的 我就算我回台湾 去那里 我都不会miss掉 我信了那么多年后 我可以想到几次 miss掉崇拜 就是 与朋友分手 或是 有些朋友过世 我都很难过 那时候有几次miss掉 真的 是真的 但是一般来说 我不会miss掉 主日崇拜 因为这是你对神 那种尾声 那种尾声之后 你慢慢就知道说 哇 真的 很有智慧 别的东西你买了 就过去了 就exprime 但是这个服侍 是存到永远的 真的 所以 弟兄姐妹 我想真的告诉你 敬拜 不要想是 我怎么不去做头发 这个 你可以别人做头发 但是你这个时间 你要来抓紧机会 来敬拜神 敬拜神 这样是成了一个恩典 给我们 我们要把握机会 我教的孩子 你要把握机会 来敬拜神 来服侍神 真的 这是很有智慧的 一个头子 来跟各位说 好不好 敬拜神 是很有智慧的 最后我们来讲一个 敬拜的见证 有人问说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为什么不在家里面 看直播就好 虽然我们现在大教会 哇 他们直播的这么好 这个节目这么做 很大的节目这么好 家里面看直播就好 那也是敬拜 为什么要来 就要跟大家敬拜呢 你知道吗 我跟大家以前不太熟 而且有些人 就跟他不顺眼 这个弟兄 长那么欠点 那个姐妹 讲话就那么欠点 我不想去 你知道吗 有没有 教会里面 有让你失望的时候 让你难过的时候 一定有嘛 我们都是人 都是人 我一定有 但是这边 在更多前说 我们不会读 保罗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受洗 归入基督之后呢 我们是归入一个身体 这身体是什么 就是 教会 教会 成了一个身体 那这个身体呢 里面我们不能说 我不是手 那我就不要 我就不需要身体 或者我不是脚 那就不需要身体了 不行 我们是彼此需要的 我们是彼此要建造的 如果你想一个 一个身体 他那边讲说 如果现在它都是眼睛的话 从那里听见呢 你想看 这很可怕的一个 anology 你想一个人走进来 没有手 没有脚 没有头发 通通都是眼睛 这样他就跳 跳 一眼睛跳过来 你会觉得很可怕 对不对 或是一个人 我听过一个牧师导歌 他说愿我全身是口 拿来敬拜赞美主 我说全身是口 哇 那也太可怕了吧 嘴巴 把人家讲 他就是你看 所以我们彼此需要 但是眼睛看到了 跟脚看到了 是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 手看到 跟耳朵看到了 是不是一样的 一定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会 有点摩擦 这是难免的 但是呢 当我们在一起 服务器的时候呢 我们会成为一个肢体 这个肢体的见证 太重要 太宝贵了 真的 我知道有些人的时候 你看起来真的不爽 我完全可以体会 你知道我记得 其实也不用讲太远 你家有青少年 有青少年就照我的意思 有些人真的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每天常常那个脸 就是你欠他钱似的 我做做了什么吗 为什么要看看我 不然我记得 我在那个神学院的时候 那个 我们上课嘛 那时候就是 我忘记是什么 好像Pastoral Counseling 这一课 然后老师叫我们 就分组 讨论一下说 分享一下 在教会里面 让你最伤恨的一件事 是什么 我说哇 这种题目 我们大家都要准备当牧师了 所以讲上去没关系 不然教会里面讲 教会里面讲 大家会很跌倒 这样子 我们就分享 那有人就说 哎呀什么 教会分裂了 然后以前什么 长老骂牧师之类的 讲一些东西了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从南美洲来的一个 一个传道人 他就说 到他的时候 他就说 这会让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家小的时候 我们爸爸是牧师 所以 我们有一个那种 叫什么 牧师 牧师房 什么的 就是 像宿舍 反正给牧师住的 就在教会旁边 那 他说 他们那时候因为 你知道南美洲 有地方真的是蛮穷 所以他们 也没有给牧师很多薪水 他们最常 他们家最常吃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吃beams 那个墨西哥豆 就吃beams 一层就吃个beams 但是呢 他妹妹跟他 就很喜欢那个教会 教堂 为什么 因为 那个后面有一个 院子后面有一棵桃树 有个桃子树 那 他们第一年去的时候 吃到好多的桃子 他们好开心 因为他们没有吃过 这么多的桃子 他们就很开心 那 结果他们就很期待 每一年都要吃到 那个桃子 结果有一年 那个桃子 开始结了 小桃子的时候 这么小的时候 他们就很期待 快要可以吃桃子 快熟快要可以吃桃子 结果有个主日 就是 有一群小朋友 他们就是 事后去休息的时候呢 跑到那个桃子树那里 然后就爬上那个桃子树 开始 把那个小的桃子 吃一口 因为桃子小 是酸的嘛 我说 好难吃 把他丢在地上 要把他另外一个 吃 把他丢在地上 哇 他妹妹看他好伤心 他说 不要拔我的桃子 然后那个小朋友 说 不是你家的桃子 这是我伍子 叫你的桃子 他在丢 他妹妹还去捡 那个桃子 那边捡一捡 就很伤心 哭 然后那小男孩 就很调皮 麻那个桃子 丢在那个女孩身上 哇 那男孩就很生气 说 怎么可以丢我妹妹 就跟那些男的吵起来 搭起来了 后来他爸爸就骂 那个 那个他儿童 怎么可以跟他打架了 为了桃子 哇 他那个日子好委屈哦 他说 以后每次看到桃子 都想要教会 我就说 那你来念神院干嘛 你还来那边 当务师干嘛 就会让你这么痛 来那边干嘛 他说 但是后来 他说后来 那个 有人听到这个事情之后 说他们家很多的桃子 然后还有人听说 他们家都在吃冰 都在吃那个 那个墨西哥豆而已 就送给他们家一些食物 让他们家不是 只是吃墨西哥豆 他就说 教会让他最伤心的地方 但是 也是最温暖 也是最温暖的地方 好 感谢主 我们这边有树 好 中的儿童主日学的校长 所以这边不会有那种 孩子 把桃子丢人的事件发生 好 感谢主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对 但是我要讲 在那个约翰一书这边说什么 我们想来听好不好 来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好 如果你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 一定会受伤的 一定会有时候看这个人就是不爽 你干嘛要看球赛看这个样子 都忘记接孩子了 那你干嘛要买包包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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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为什么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 讲实话 服事神也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像 今天好多人 你知道像Timothy 梅凯 David 都是 我们南边 服事了两场 然后 开车 因为今天修路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是你们那边修路 所以都塞了一个小时 这样塞上来的 服事的时候真的很辛苦 但是 如果不在肢体当中的话 我们不能够这样一个见证 你知道吗 这就是因为说 我们在肢体当中 我们还见证神的爱 你知道吗 你知道就连你说像夫妻吧 跟孩子 他们一起 一起长大的人嘛 都意见不合 对不对 有时候 就吵起来啊 但何况我们这些天南地北 大家都不知道哪个人 一定会有真实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 教会里面 这样的环境里面 来敬拜神的话 一起来敬拜神的话 这本身就是一个 伟大的见证 你们知道吗 这个就是说 哇 你们这样的人 竟然可以在一起 唱歌 在一起服事 在一起各尽其职 有的管儿童 有的管 青少年 有的管食物 有的管 所以敬拜神 我要讲 敬拜神 第一 是有价值的 非常有价值 因为这神配得我们敬拜 阿们 第二个 敬拜神是很有智慧的 你买什么东西都会过去 但敬拜神是不会过去 它有一个 lasting impact 这很重要的 是有价值的 第三个 敬拜神是很有见证的 所以让我们真的是 全心全地敬拜神 我请敬拜团队 你们可以上来 所以 我不知道 大家就是 歌声有多好听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会唱走音 我不晓 但是 好不好 我们这时候 你就拿出你的 这个 这个 我也不知道什么声音 这个 黄鹰出谷的声音 还是很吓人的声音 都好 你就 你就 敬拜神 好 这跟你隔壁的人 没有关系 只要你唱歌不好听 你去远一点 那边唱好了 没关系 但你就 好不好 这是 between you and God 真的 这是你跟神之间的时间 好不好 你不要管别人 你就说 主啊 我真的需要敬拜你 我这礼拜 好累 好烦 好忙 让我来 来敬拜你 好不好 当我们期待的时候 我们来唱这种诗歌 好不好 你就花点时间 真的说 主啊 我需要敬拜你 这是我的真大大相关 我的声音 我的声 好不好 主啊 求你来怨纳 不管别人怎么笑我 我不管 但是主啊 我要来敬拜你 求你怨纳 阿们 每当我 每当我 每当我在爱中 仰望你 在你 在你荣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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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我一生活着 为要敬拜你 每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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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在爱中 仰望你 在你 在你荣耀光中 在你荣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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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物价之宝 主要我谢谢你 别人看不见我的敬拜 不懂我的敬拜 但是主要你懂 主要我多么的需要敬拜你 主要 我是大家 主 今天我们敬拜 主要你来医治我们 来抚平我们心灵的伤口 我们的委屈 我们的疲倦 再次释放我们 在灵里面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 主要我谢谢你 主要你都不把我们的心灵 那些灵魂 我来医治我们的灵魂 我来医治我们的灵魂 我们小声来唱吧 好像在对神说枕边的话一样 小声来唱 就你跟耶稣可以听到的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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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我敬拜你 真的是很美的敬拜 很美的敬拜 你发现当我们在神面前全心全意进完的时候 因为懂耶稣为什么要说 这是一件美食 因为真的很美 神看我一件美食 对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虽然 我敬拜的聚会需要结束 但是我们可以带着敬拜的心 一直敬拜下去 这个礼拜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在工作的时候 在跟孩子家人相聚的时候 好不好 让我们带着一个敬拜的心 说主 主 这是我对你的敬拜 你帮助我 更多的来敬拜你 更深的来敬拜你 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 愿主耶稣 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耶稣在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说 Amen 我来跟葛列说一下好不好 神喜愿的敬拜 神喜愿的敬拜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可以坐下来好了 等一下外面被我检查 你可以安静在神面前一段时间 来对主来回应 主啊我谢谢你 主我爱你